Hello 大家周末好 好久不见 前几个礼拜比较忙 都在外面跑 所以没有时间出视频 只是如果有在VIP的 应该有更新 有做到一些波段 基本上都还蛮不错的 现在比特币给大家更新一下 大概会怎么走 如果还没有 因为现在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比特币明年会冲到20万美金 那现在是2万6 只是我们现在的 为什么在纠结这个波段 就是短线的 所以如果你是已经进比特币的 你成本在1万9 你也不做短线 因为做短线有风险 你可能被甩下车 如果这里直接出发了 你觉得它要回调 你卖了 那这是风险 你就会被踩空了 踩空的话 以后到时候要再更高再追进来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 如果你长线 无所谓 你就躺平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做短线 或者拿部分舱做短线的 可以注意一下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目标 基本上应该 可能这个周末就会几种 就很近了 就2万7 2万7的目标 然后2万7的话 应该会震荡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看 所以接下来应该会这样走 2万7 然后会震荡会下来 我觉得至少会再回踩这里 所以这也是一个波段 如果你这边 你这边卖一个 然后下来这里接 2% 没有说特别特别多 只是每天露个百分之一二 波段也是蛮多的 我觉得上去是暴空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量 一般有 换大一点的 那个time frame 时间 一般这种有大量的话 一般都会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底 或者顶 有没有 就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有一根这个量出来 然后这边是我们局部的底 这边有一根量出来 是我们的局部的顶在这里 那我们这边又有量出来了 所以这边应该会是一个 比较大概率一点 会是一个局部的顶 杠杆分布的话 看起来也没有说空军特别多 所以我是觉得 要么就是这里被拒绝 这个位置会被2万7 2万7可以逃掉 然后这里再看看反应 被拒绝 或者是 要看2万7 如果很多空单杀进来 才有可能上去 那如果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要回到 我们大概回到这个位置 回到这个位置以上 比特币才有戏 就再冲一波的 目前看起来是比较 比较熊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闻 我们6月 有香港的人要进来的 要开放香港交易 我不知道6月几号 具体有这个新闻 大家都知道 应该大家有比较关注 那这个会是 sell the news的event 就是会是一个局部的顶 然后就 庄家出货给这些香港人 他们去接盘 这些散户去接盘 还是 他们这些人足够 足够去引导 下一波 那个冲刺 这样子 那现在我也不太确定 所以我就是 我也有在做波段 我就一直在做波段 一直做来回 一直做 做了好几回合 这样子 那如果想要做波段 想要知道我们朝底目标 逃顶目标 然后一些具体的想法 还有一些山寨比 我们现在做很多山寨比波段 我们现在在做Zcash波段 看Zcash今天找到5% 我是入场早一点 32.1入场的 就是我们这里也有目标 今天VIP视频会给目标 逃顶的目标 然后接下来就整个看法这样子 那今天我就简单这样更新一下大家 因为大家好久没有更新大家 也没有什么新闻 说实在的 有Ledger那个新闻 Ledger后来不是说 要透露大家的足迹词 后来那个trezor 我不是有出了一个trezor钱包教程 然后当然不是 我只卖了三个钱包 只是如果没有钱包的 可以去看一下trezor的教程 然后支持频道用 里面的链接购买一个trezor 只是trezor的钱包 这一周 这两周的销售量 暴增了9倍 大家去等于是 那个用钱包去做空了 Ledger 不买Ledger了 都去买trezor去了 那Ledger看到就慌了 他们就开始出消息 出新闻 说去抹黑trezor 说Ledger以前的团队 有破解过trezor 只是破解trezor的前提是 他们需要有这个实质的设备 他们需要拿得到你手上的设备 它可以破解 可以把里面的资金转走 这个怎么避免 这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 就是你如果加了第25个字 如果你们不知道在说什么的 可以去看我的trezor教程视频 你加了第25个字 你自己定义的25个字 它是好像是没有存在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不知道的 那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们买trezor的话 它把它设计的很简单 非常好用 你就加个第25个字 就等于是你的密码 比如说你用你网络上面的密码 或者你创造一个新的 专门用币的一个密码 这样没有在别的地方使用过的 那你的资金在trezor上面就是安全的 对 只有一个trezor的一个消息 然后对 基本其他都没有什么GoGo币 应该目标还是0.2 只是可能会在年底 或者明年出头冲0.2 我觉得按目前这个节奏 我觉得下一个大波段 应该还是比特币带领的 因为通过看山寨币 我待会VIP视频里面也会讲 应该是比特币会带领下一波涨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要去炒地 现在都想要去炒地山寨币 你们在评论里面评论说 你现在要如果只能选二选一 你会想要选择 如果接下来一个回调 你会炒地山寨币还是比特币 你去二选一 然后你也可以说你炒哪个币 可是有的币可以炒 我待会VIP视频里面会讲 要看怎么看这样子 其实简单就是你看币本 币本位如果在支撑 然后比特币也回调到差不多底了 然后如果同时你的山寨币 币本位在支撑上 那你就直接炒山寨币就OK了 你这样涨幅会超越比特币 只是如果你大部分 绝大部分币 山寨币的币本位没有在支撑 都是在半空中 那些还不如炒地比特币 比特币会领跑他们 就是长期来看 中长期来看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CME gap 有一个20,900 29,500 这边有个CME gap 我们接下来香港入场 其实有一些可能 也有可能说 比如说拉到这里出货 是有可能的 因为拉到这里会创造很多风模 大家觉得我们回到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这边会创造很多风模 顺便去填满这个gap 然后我们同时 我们20,500 这里有一个CME gap 所以可能填满这个出货的话 下来填满这个 然后再出发 是有可能的 别人疯狂的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乱杠杆 然后做波段的话 拿你踩的空的金额去做 或者你输得起的金额去做 不要拿你输不起 或者你踩空就会 税公元的这种资金去做 踩空一般比较不会税公元 只是一般如果你说哈到顶 然后瀑布了 可能会税公元这样子 对 所以大概就这样子 跟大家简单更新一下 我们长期 我们明年底前会20万 有很多人说今年底 只是我觉得今年底有一点点难 应该是明年底 我根据也根据山寨币 我待会儿也在山寨币里面说 根据莱特币去看 看什么时候 莱特币大波段的时候 应该就是牛市燃起 然后去冲刺的时候 然后莱特币我们也做了波段 我们会员88块 92块淘了 当时有跟大家讲 然后现在又回到87块 差到80块 然后又现在回到87块 对 反正具体山寨目标 我留给VIP会员 然后知识频道的 可以考虑购买一个VIP会员 我们等一下里面讲 我就只有今天可以出视频 我下礼拜又很忙 明天又一整天 明后天 大后天又一整天 所以没办法更新太多 所以我大概主要都在VIP里面 讲这个山寨币 然后我之前是说 VIP的山寨币目标击中 以后会给小韭菜会员 小韭菜会员再出来给公开会员 只有我现在都在外面 所以我比较没有空 除非我就拿手机出来 用笔电这样拍摄着笔电 给大家随便讲一讲 其实也OK的 大家可以跟我讲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OK 你们在评论里面说一下 我就 我还是照样这样做 只是我VIP视频 我会用这个K线去讲得比较清楚 因为有朝底 朝顶目标 很多数据要看 只是如果通知一下大家说 我们VIP已经击中目标了 然后大家如果要跟着VIP做的话 小韭菜会公开视频 如果我是手机随便乱拍的 你们也OK的话 你们评论说一下 你们就是OK就好了 那我就 如果看到足够的OK 那我就也在公开视频 我就在外面的时候 我也可以拿个手机随便拍一下 通知大家一下 这样子 因为我不想要 我是担心我出这样子的 比较低质量的视频 拿手机乱拍 拍笔电 反光什么的 那个订阅量 或者大家可能会推定 所以 就看你们 你们想要我就出 你们绝对就不要就算了 那我就不出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大家 长线的就报警 短线的纠结一下 然后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 可以考虑免费的去支持我 就是评论 点赞 和转发给你的情报好友 祝大家有个美好周末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视频见